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场地 就和小朋友去参加这个 Level、Kinball这些运动 我就参加了这个足球 和这个飞碟 我参加了棍网球 参加了足球 参加一个足球比赛 我比较喜欢足球 我也是喜欢大型的球游活动 我觉得棍球很好玩 我喜欢飞碟 参加篮球有关的赛事 我比较喜欢羽毛球技 我自己个人是喜欢 不同方面的运动 因为其实自己本身都有踢足球 自己又玩开这个运动 看得体育园在2024年落成 我感到非常开心 原因是因为终于有一个地方 可以推动全民运动 我想看棍网球的比赛 希望可以有本地的赛事 也有国际的赛事 我觉得很兴奋 可以为附近的市民 带来更多不同的运动体验 觉得很开心 因为始终这是香港最大型的体育园 落成了之后 都会为香港带来 很多不同体育发展的机会 我就想看到排球的赛事 我们最期待的 在啟德体育园 就看到足球比赛 在啟德体育园里面 我们希望会看到一些新兴的球连 例如Kimbo 和Lebo 这些大型的活动比赛的赛事 最想看到比较多类型本地的 篮球比赛 我希望在里面看到 关于排球的赛事 邀请到更多不同类别的世界级球队 来香港比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